按钻部的这个内容内中 正常到耳机和麦克风 把这个刷路稍微合适后 还正常到这收起一个 旧优到蓝牙耳机的按钻部就做整完成了 拆式内秤它可以把内秤拆掉完之后 装上这两个耳机 直接用魔鬼粘然后贴附在 你脸颊的左右两侧 然后将线收在我们的后面 那等于说再把 我们的麦克风筒固定好之后 基本上再把内衤装上去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的一个 装的动作大概也只有花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因为行车期间使用手机 要增加到安全的技术 把这些引进的这项相片 对它安全部本身的设计 感知外还有安全性 只要还正常到这蓝牙手机 安全部也添加了咯那种的光年 我记得来一件接听啦 然后另外还有它GPS 语音导航的一个声音的传输 另外一个还有透过A2DP的软体的部分 来聆听音乐 或者是网络上网 或者是网络FM的APP的部分 都可以透过A2DP这个软体来接收 在接听电话的部分 基本上这一组功能有两个 接听的方式 一种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按我们的主功能键这边 就可以接听到来电的电话 第二种的部分是说 我们当有来电 电话来电 声响的时候 基本上在6秒之内 它可以自动接听电话这样 如果没有上头这三个型的接收器 可以连接到耳机 跟这个MP3 跟GPS设定 以前蓝牙耳机 PPD出击间可以保障 同样变成对讲机 在蓝牙对蓝牙的部分 如果两组蓝牙可以做配对完之后 它的对讲距离可以到达500米 等于说我的前后做对讲 或者是说我的摩托车 对另外一台摩托车 只要透过我的蓝牙 这一个PPT2的一个配对完之后 它可以在蓝牙的对讲 配对对讲之内 可以做全方位的双公对话 夹着引擎在蓝牙耳机安装博 安装博 刚才是安装博之外 还可以有电话接听的讲连 它在三匹买单分配 来单独过买 或是搭配 对了机车座来说 真的是相当人性化的相片 南天新闻 但是吃点上英雄彩虹报道